大家好 我们经常说这个君子栏的话大概就是一年要更换一次盆土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君子栏根系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不管有没有到一年的时间我们都要给它换盆了 那么是哪一种情况呢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你发现你的这个君子栏的根系 它从这个盆土这个图表露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换盆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种原因就是你的君子栏呢 生长得非常的好 长得特别的旺盛 它的根系呢 已经长满了整个花盆 它没有一个继续生长的空间的 所以呢 它只好向这个盆土外面生长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换盆 然后换一个稍微大一号的花盆 让它这个根系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的这个根呢 虽然还没有长满这个花盆 但是呢 你用的这个土啊 它的一个排水性透气性不好 然后呢 这个根系呢 它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空气 就是氧气来生长 然后呢 它就会往这个盆土特别透气的一个环境下来生长 就会冒出盆土表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盆土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是要及时更换一些新的盆土来摘种君子兰 最好是用一些透气沥水性非常好的这个土壤 然后呢 给它在盆土底下呢 给它加上一点底肥 你肥呢 大家可以用一些发酵腐术好的羊分或者是鸡分都可以增加盆土的一个营养 那么这样子我们再来摘种你的君子兰 土壤的透气性又好了 营养又足了 君子兰自然也就会长得旺了 所以呢发现你的君子兰的根系冒出图表表面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换盆 要不然你的君子兰可能后期会越长越瘦弱 可能会出现一个烂根的现象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